无知囚一同足下 为鸿蒙之律 遂无处替足下之使 妄得情矣 盼同窥足群之命 无闻足下蒙双路 目风雨 至于此已寻良久 然天赋地载之律 非机巧得破 然如之言 却亦叫无思及一事 天目既为世间律 或可戒律破之 天目之外 卧为之戏 所应处或可得之律力 天目外物或可降 若寻此法 无或可为足下 指妥当之地 便以足下大计 所求为一事 望足下来日应无一约 欲持境上 于天国国主 所指不过为地脉 新年我与其地踏山寻刺 入内却不见一处 而今再入地脉 又会有何区别 霍庸 我们到地方了 罗侯城内也有这样的新之经 或许借此之力 真能动开天目 将罗侯城降入冥界 这处地脉为何如此熟悉 似乎有罗侯城的影子 我去看看 地脉报应了诸天星药 凝聚出了星药之精 为何泰山周遭地脉内 却无死物 好对 罗侯城内星药之精 从未有此之变 因那处幽吟尽时 无生无死 此中则有不然 地脉为忘川皇权 此事而等不是早已知晓 否则 昔年缘何与我论剑 济下学功 以谋图其地 你 我明白了 昔年我与其地泰山 这一忘川发源之处 想寻其律法却不得 想必是你盘缓之时 就已清除了这些星之精 非也 地脉流转 万古未尝歇 山川河流之变 地脉安能不变 你来这儿应当不是 为了和我说这些 你想阻止我采集这些星之精 只是奉劝你 莫行于田国国主所言之事 此处星之精 皆为未来会因你所行之事而死之人 未来 陷入轮回中的 不只是生灵之魂 还有光阴 言尽于此 自便 你我非冥界之人 永世长存 无需为此言所困 是 此人的气息 为何如此熟悉 你是 冰霓 离开这人 你该与我在一起 你现在看见的他 不过是幻象 他不该存在 早就不该存在了 你究竟是何人 冰霓 此处竟发生如此怪异之事 还是早做了断的好 冰霓 被剑 剑师领命 冰霓 此时怪异 万莫听此人之言 想必这星之精 吸纳地脉之气 凝出了什么妖意 遵命 请凤神指 冰霓 为什么 你究竟是谁 先解决那团 生起来的东西 然后再集这些星之精 是 冰霓 姐姐 冰霓 冰霓姐姐 你 你要做什么 你是何人 为何知晓我之名会 冰霓 冰霓姐姐 为什么你明明已经离开了 却依旧占据了夏侯大哥的心 凭什么我把他左右多年 却不能待进你的位置 你为什么不死呢 要是你死在琼华殿该多好啊 你死了 他就不会再有念想 信心念念就想找回你 进来 请凤神指 见识里面 你 要我 然而是是 一分之一 攻击 同时 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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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何此人亦如此熟悉 见识之事又找到了新的暗星 别说这一世倒是有些祸庸的风姿了 你是何人 怎知我明慧 你是霍庸 好 太好了 自我生来那刻便烙印在我身上的诅咒 让我永远无法感知喜乐幸福的痛楚 作为暗星转世的我所承担的一切折磨 都是你给我的 今天我就让你如数奉还 一切都要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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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是认错人了 所以到了往事 你亦是如果去一本 只愿惦念自己的使命 我本以为一切已经在那一刀下了结 却不想 图是青丝断红尘 剑石领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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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合法阵 死相之声 似若星药 其中是藏领了某种规律 七明七暗 共十四主药 加上黄道二十八秀之药 这是行构石领移轨的绣药四十二环星 而在这绣药四十二环星之外 周烈成阵 分具阴阳为道 这是将石领移轨的布局 应于绣药之阵的必须条件 我明白了 我明白了 原来是这样 若能将这十轮移轨重布 想必便能构出 绣药之阵 这于天国国主暗示的 莫非其实并非仅是星药之力 而是此阵 事已至此 我便再去会他一会 看他能否给我指出所谓的妥当之处 此人甚怪异 又延吉又一约 你小心 放心便是